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酒肉朋友 我是Dicky 今天是年初一 我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萬事勝義 今天我就不帶大家到處去找東西吃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賀年食品 當然是吃一些二頭菜 所以我今天就做蝦 紹蝦蝦 茄汁蝦 但是這個茄汁蝦蝦我都會加上一些新的元素 大家可以有一個傳統的味道之餘 都會有一些新式的味道在裡面 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材料 今天我們當然有主角 蝦 還有綠 有乾蔥 蒜頭各一粒 有九層塔 還有這盤醬汁 這盤醬汁怎麼教呢 裡面會有六湯匙的茄汁 兩湯半茶匙的砂糖 半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美極 1.5茶匙的七味粉 和四份一杯水 你將它攪勻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會先處理一隻蝦 我們會有把剪刀 放在尖尖和眼的下面 我們會先剪一下 剩下這兩片鹽 然後呢 其他的鬚和腳 我們都是全部剪掉的 就是這些鬚 把腳撥去 把腳撥去 這裡的尾巴帶有相近尖尖 對了 那免得吸的時候會危險 我們都會剪它 然後 會中間蝦腸 我們把蝦頭這個地位置 放一定材料粒 剪車到尾巴 還有呢 等下煮的時候會比較入味 看到有個蝦腸 有時沒有的 你見到有的就像我現在這樣 拔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蝦頭這個位置有個狼的 都是髒的 我們在這裡剪少少 然後用剪刀 把狼撈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沙狼 都是髒的 在頭上 魚翅者 其他有些都是這樣做 剪完之後 就不斷清洗一下 吸乾水就可以了 萬事俱備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了 我們會在燒熱日本 我們加些油 加多一點油都不要緊 好像半煎炸 剛才那些蝦最重要 就一定要吸乾水 對 好 現在我們可以放進去 開大一點點火都不要緊 我們要煎到它有色 我們就可以翻轉面再煎 我們其實煎到它快去 幾多成熟 我們大概煎到它 七八成熟 我們大概煎到它 一會兒我們都會再煨一回鑊 對 最重要是 最初就大火一點點 然後你見到它的火力都不錯 然後你可以煎到它 不要太猛 煎到兩邊有色 大概七八成熟 這樣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夾起它 備用 夾起蝦之後 我們就不用洗個煎 我們現在就加些乾蔥 因為蝦有精華 所以我們就不會洗 我用小火 炒開乾蔥 然後有些蒜蓉 炒開 炒開 然後有些香味 我們可以加點酒 然後就可以將醬汁倒進去 開大火 煮滾 煮滾之後就可以將蝦子倒進去 回鍋 把蝦子倒進去 其實比較方便 蝦可以煮熟 將醬汁吸入蝦子裡 這樣就很好吃 煮一會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加上剛才的九重泡 下去 兜開 就可以上碟了 好 好了 今天的蝦汁蝦糯便便飯已經完成了 今天在傳統的味道 我加了一些七味粉 辣辣的 還有一些九層塔的香味 相當成熟 真的不錯 如果你想試一下 記得跟著我食譜 和剛才的步驟 其實是很容易做的 記得試一下這個食譜 好了 今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留在我們Facebook 和我們的IG 拜拜 我們下集見